而花莲连续18天零确诊 卓西湘工所在三级警戒时期 12个部落管制站也都没有停歇过 不过不确定12号到底会不会解封 并且人力调度也一直是管制站有面临到的问题 湘工所从7月6号开始 管制站是再一次提升成为巡逻站 希望透过巡逻人员 让部落族人更能够落实防疫生活 花莲连续18天零确诊 不过卓西各部落的防疫工作一点都不马虎 这湘工所秘书林万金表示 花莲连续的疫情有渐渐趋缓 部落的管制站做了事实的调整跟转型 目前在部落入口设置的一个管制站 7月6号全部都改成为巡逻站 部落的人员最主要在部落里面进行巡逻 来防止部落族人的群聚 以及提升族人的防疫意识 所以在这个12号之前的这个礼拜 我想我们是一个过渡期 所以这个过渡期我们就改用一个巡逻的一个方式 那巡逻的手段只是一个督促 一个督导 然后真正我们想要达成的一个目的是说 希望在这个过渡期 我们部落的乡亲就在日常生活上习惯了这个防疫的遵守防疫的守折跟公约 那这样子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强而有效的一个防疫的自主防疫的一个防护网 主席舱公所在这个三级警戒时期 12个部落管制站也都没有停歇过 不过不确定12号到底会不会解崩 并且人力调度也一直是管制站有面临到的问题 相公所从7月6号开始管制站再次提升为巡逻站 希望透过巡逻园让部落族人更落实防疫生活 记得高尚双处续想采放报道